疫情逐渐趋缓 宜蘭县今天新增了657位的确诊个案 相较上周同一天有略微降低 而在校园疫情部分 今天新增确诊学生数39人 教职员工12人 而在7月16号礼拜六第18第19波的快打站 会来提供服务 请民众踊跃前往施打 接种前累计共11226位学生及1289位教职员的确诊 目前疫苗第一剂涵盖率是88.3% 第二剂是81.9% 第三剂69.2% 本周六有第18第19的快打站 请民众迅速前往接种 也可以到合约的医疗院所 议约施打疫苗以提升保护率 县长您这边表示 依据卫福部的资料显示 儿童接种疫苗可减少感染新冠肺炎之后 出现的症状和重症 降低病毒的传染力 呼吁家长在开学前 让孩子接种完整的疫苗 以减少开学之后停课等等相关情况 那根据卫福部公布 儿童接种疫苗后 可以预防有症状感染与重症 也可以减少病毒传播 并防止其他病发症 因此呢 我们呼吁家长在开学前 尽快的让孩子们完整接种疫苗 目前疫苗接种类很多 各年龄层等规定都不一样 除了每天举办记者会 让民众知道 我们把相关资讯放在卫生局的网站上 民众可以上网查询 县能表示暑假期间 吸引了大批人潮到县内来游玩 提醒民众务必落实各项的防疫作为 如有呼吸道症状或是感染疑虑 要尽快筛检 才能避免疫情扩散 早日战胜病毒 宜蘭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